好的 五根腸旺 由阿基師來為大家做五星級的示範 阿基師有請 這部分也都是我跟誠哥應該 第一時間做的事情對不對 煉花椒油 這個是我唯一學會的 煉花椒油 真的喔 其實在這邊誠哥 我也建議各位還有觀眾朋友 平常可能的話 也都多養成吃一點麻辣 尤其花椒的效果 為什麼 不容易感冒 對 妳別擔心那個 對 我聽說辣椒就是那個 微微生素C很多 是喔 好像是辣椒也是 有一些些帶 好像是有些些些 而且女生多吃辣會美白 好 五金腸旺這道菜的 蒜苗的香氣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如果你掌控不好的話也別急 因為現場 還有備了一些蒜末 妳最尾巴提味的時候 可以對它產生一點點的依賴 沒有 最近鍋芹有放蒜末嗎 對 有 我有看到 有 妳棒棒 這邊也有放 兩邊都有放 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做什麼我都忘掉了 我現在在放鬆 妳跟腸子沒選錯對不對 我剛剛都沒選錯 我剛常常跟這腸子就不一樣 其實妳為什麼切這麼大一段 因為我的腸子跟妳們不一樣 我們的怎麼會不一樣 我的心腸比較不好 沒那麼好吃 所以我們選錯腸了 為什麼 妳們剛剛有看到不一樣腸 有三種 對 有三種 這邊用的是這個鴨血 那首先跟各位來賓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鴨血我們採買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動作就是 妳去市場買的話 像我們這樣切好了以後 妳筷子 它會整個墜下來 這個鴨血才是正宗的 那這裡頭來 我利用剛剛炸鍋這個 花椒油的鍋底殘留的花椒香味 那麼放一點點的鹽巴 鹽巴不用刻意太多了 一點點 做一些前置微的動作 這是不是一點點 這樣就好 我放了妳的十倍 因為我怕它沒味道 妳完了 別急 我還是建議 像煮這一類的菜肴 煮這一類的菜肴 你想要讓它味道濃的話 不要去依賴這些調味品 多依賴一些附著的這些 這些料就夠了 你多依賴這些附著的調味品 其實沒有加分 這樣就很細了 很細了 原來上切 好快 所以不用加醬油或辣豆瓣 讓它先入味嗎 不用 不用 對 妳要是煮麻婆 對 我就一直記得什麼東西要先滷 那煮麻婆 原來不是鴨蟹 妳用點 煮豆腐的話就要 對 讓它入味 我們這個鴨蟹在鹽水的環境當中 預熱以後 軟了 更柔了 好Q 讓它柔Q當中不能夠鍛鍊 好 滾一下就行了 起鍋的時候我再把我剛剛這個 不是很理想的這些腸子 稍微跟著鴨蟹一起 它長得真的不理想 它為什麼也要用水滾 讓它裡頭能夠入味 不用煮很久了 也可以洗掉一些不需要的味道 對不對 對 那我這邊就 好像 辣豆板醬還沒有買回來 在這邊上面 不夠是 對不起 人上的年紀眼睛就花了 請多多體諒一下 沒關係 好感人喔 我用香油起鍋 那香油起鍋現在呢 把 蔥綠 先炒蒜跟蔥 蒜尾巴 先微量先炒出一點香味出來 可是不會擔心它塌掉老掉那種 不會啊 完全沒有加蔥 這邊還有很多啊 別急啊 我們完全沒有加蔥 有 我有加 妳拿來的 想不到吧 剛剛妳在哪裡 我在切菜 還在切菜 我一直很忙 其實整個辣豆板放 我只放一半 難怪我們不紅 因為它鹽沒有用什麼 對不對 因為我們鹽用了很多 剛剛只有一匙 對 這時候就要加了 先加一點麻的 先加一半 麻油 讓它麻一下 還有起鍋的點香 跟實際在炒過的 其實這個腸子煮完之後 不需要另外先 讓它炒到香香的這樣嗎 不用 不用 攀過就好 我以為要炒到外面 有一點焦香那一種 煸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這個腸子沒有 跟你們的那個不一樣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的還可以煸一些油出來 對 而且把它炒得外皮 有一點焦焦的香味 對於火候是有加分的 對 對 那現在呢 這邊整個的鹹度絕對是肯定的 就怕它太鹹 有一點點比較鹹 這樣還不鹹 加糖嗎 對 我放一點點的糖 因為那個酸菜很鹹 對 後面也酸菜很鹹 那我補一點點的醬油進來 顏色比較漂亮 對 顏色好看一點 我們醬油只加了 有 我們有加 半圈 他們前面有加 師傅舊的時候 那麼紅辣椒 大蒜 薑末進來 有 那最尾巴這邊有一些蒜末 我們割著後頭 而且我一直以為這道菜它要 就是滷 然後要入味很久 可是好像也不需要滾太久 炒好一下就進味道 其實都沒有滾太久 胡椒粉多一點 因為這個東西是需要辣的 有辣 你有加胡椒啊 這麼多啊 我加了嗎 我記得有加耶 妳剛剛在哪裡 有有有 我記得妳有叫我拿 妳剛剛怎麼都不在位置上 妳都去哪裡了 太緊張了 他剛剛省 我問錯了 我問錯 應該說 這道菜誰做的到底 他做的 對 起鍋了都 對 起鍋了 汁收了一半 這樣夠了 我再補一點點的糖 有一點 稍微鹹了一點 妳剛剛下了不少 妳剛剛下了一茶匙 對 沒有 我後續加很多的一些 它有加醬油 對 周邊的東西進來 尤其是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那些酸菜心 在裡頭 熬煮的時間 沒有很長 投錢 這需要勾很濃嗎 不要 一點點就好 尤其碰到 長多的部分 油多的部分 你勾很濃的話 其實它效果不討喜 現在起鍋的時候 我香油多一點 有之後 我們也有 麻油來一下 有 油我們也有 對 好 那麼幾滴的這些鍋邊醋 有 我怎麼沒看到這個東西 有醋 有醋 妳剛剛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醒來就正在這了 我好像沒有雜誌 我已經償望完成了 完成了 好 謝謝 請慢慢享用 好 來 先吃阿雞絲的 好 是鴨蟹 我肯定是鴨蟹人 好潤喔 對 好好吃喔 它就是鴨蟹人的味道 嗯 先吃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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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要只要讓來讓去 我也不知道 我們在撐什麼 對啊 我一次來兩個喔 他們的感覺還不錯 對 顏色很漂亮 紅紅的 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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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可以吃 味道不一樣耶 不一樣 我們跟你們完全不一樣耶 味道完全不一樣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 完全不同 對啊 這味道不對 對 可是好像不夠酸 我覺得是我們的辣豆板 辣豆板真的太小了 我們還滿辣的耶 很辣 五金常望 很辣 後面很辣 最後獲勝的是 這位就是我們的 背料手八強的 最後一位成員 八強就到齊了 是誰 是最後幸運的朋友 準備 一 二 三千九百 差一票 沒關係 阿基是投給我們 是鼓勵 張俊隆師傅先說 這邊的話 麻的味道 辣的味道 我們沒有麻 都的確比較顯著一點點 對 說實在 那這邊的話 其實口感很好 可是味道好像稍微露了一點 往另外一個 我猜 對 可惜了一點就猜在這邊 張俊師請補充 那五金常望的味道最主要是 豆瓣醬 跟腸子的味道出來 然後鴨血的味道 那這邊 辣度還是不夠 但是已經有做到五金常望的 這個氛圍有足 基本 這邊如果硬要講就是 紅燒腸 因為你的豆瓣醬不夠 當然不夠 所以你如果要它有一點味道要夠多 你豆瓣醬一定要炒 再來就是 你早一點把辣椒放進去炒 它可以把辣味炒 好 阿基斯最後給了他們 謝謝阿基斯 我會給他們的原因是 他這邊的腸的豬油香很濃厚 這個味道是我喜歡的 第一 因為有濃濃的豬油香 其實中菜傳統在呈現的底蕊 就是在這些油香當中 延伸出來的色香味 了解 陳哥這邊顏色漂亮 是毋庸置疑的 那麼豬油香稍嫌少了一點點 張建宏師父他們愛 總票數三別 恭喜獲勝 恭喜你